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展开 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是有九个人选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来看到的是 南台湾高雄的韩国瑜 他的小内阁人士出包了 都是因为这一位他叫做林伯全 本来他被拍定是原明会的主委 不过人士都宣布了 现在传出原来他是一个涉嫌诈欺 是骗婚吸睛 进一步来看到 其实韩国瑜本来是挺他的 他就说找官员不是在找圣人 人家难免都会有一点点瑕疵嘛 选前挺韩国瑜的馆长陈之汉 他看了也摇头就批评说 难道我们台湾真的没有人才了吗 好 这是一个最新发展 出现了大逆转 他可以算是最短命的小内阁的人选 李国权在今天他也对外宣布 在一审无罪之后 他才会来加入内阁团队 那么事实上呢 韩国瑜的人士 还有一个比较意外的发展是 副市长的人选 怎么会排除了杨秋新 究竟是为什么 你还记得吗 之前杨秋新他曾经就自夸说 你看看就是我发掘了韩国瑜 这一匹千里马 我才是那一个博乐 我把他推荐给吴敦义 后来他也选上了 但现在我们好奇的是 这个破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稍后要来为您揭秘 好 再来看到 至于在台中市的部分 市长当选卢秀燕 现在有的问题 有包括像是派系分赃 还有三首线的争议之外 还包括什么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花博合约的部分 是不是成为卢秀燕他工具呢 卢秀燕他说 他要求市政府你要公开 花博跟德国厂商 所签的这一个MOU备忘录 那么其实林佳荣 如果不公开的话 他也宣示了 他上任后的三天将会公开 但其实这里头 有一些美感 我们看 这个备忘录 它是属于商业机密 怎么会现在被拿来做一个 政治的操作 还有卢秀燕他说 拒绝中电北宋 要台北 你们如果自己要用的电 你就自己去发电 作为政治人物 他还是要搞那一套 用反对来发电吗 不过另外来看到的是 这一次也的确看到的是 全民他们是用选票 来教训民进党 我们要看看 是民党下一步 究竟要怎么走 蔡总统有说 府院党的人士 都会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先来看到的是 行政院长赖清德的部分 好 传出他是迟一圣奸 而且这个走的时间点 有定出一个时间说 明年的一月 一审完总预算之后 他就会走人 也就是说 内阁将会全面的改组 还要怎么看呢 段一康就说 你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请辞与否 其实可以透过 这个首长继任的人选 到底是一个代理 还是说他有指派人选 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不过大家要问的是 下一批人 怎么样 才能够接地气 另外一个问题是 在党魁的部分 明讲党魁由中生代 全面接班 这个呼声非常的高 不过台面上被点名的 好像大家都不太有意愿 还有府院党的唤血 是不是也即将会引爆 所谓的派系的卡位战 首先我们介绍今天的来宾 欢迎国会观察基金会 董事长姚立明 大家好 午安 民党立委吴炳锐 各位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直升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国民党文权会副主委 红孟凯 大家好 大家好 台北市政府顾问周玉修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陈敏锋 谢谢好 好 节目开始我们来看 到底谁会是 今年最红的政治幕僚 相信大家没有疑问 就是柯文哲的学姐黄静音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这一个一日幕僚 它这个节目 在网络上的点阅率 破一千两百万 而且现在也传出说 哇 学姐她 签了户籍到士林 难不成她真的要 备战立委的补选吗 还有柯家军 有没有可能跟民进党 其实是合作 还是说会再度的打对台 一起来看 学姐黄静音 因为一日幕僚 爆红至今 人气不坠 影片冲破 一千两百四十五万人次点阅 被评为2018年 网络最红影片冠军 旬单期间 学姐更是柯文哲的 超级助选员 现在更传出 老板柯文哲 看准她的西票能力 只是学姐在最后期限前 把原本在北投的户籍 签到士林 这样才有机会角逐 姚文哲辞职后空下的立委职缺 柯家军 柯家军 一家军 留下一句柯家军 柯文哲始终不愿正面回应 不可能是没布局 可能想让子弹飞一会儿 看看各界反应 因为师傅可能名单不止学姐 师傅发言人刘怡婷 也在最后期限签户籍卡位 刘怡婷同样闪避 柯振营是想让议题发酵 官网风向吗 因为柯文哲 这回虽然只是小赢 但在士林大同区 拿下四成以上的支持率 柯律合不合 似乎他拥有比民进党 更多的谈判筹码 士林大同这一区 确实是我们的强项 那我们也希望 党中央能够 请全力来胡选 杨文志在选士林大同的立委 他得标率都超过五成 甚至到六成 绝对比柯P的四成高 绿营强调党内人才积极 包含何志伟 王世坚 梁文杰都有意愿 市长大选过后 蓝绿白三角多的局面 似乎又将在立委补选再次上演 杉林新闻盘建欢迎台北昌导 现在大家最好奇的是 在台北市的立委补选这一仗 到底会不会是蓝绿白的大战 还是一样是萨喀都吗 我们先来看看人选的部分 我要请教余修 因为的确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台面上出现的柯家军 我其实蛮意外的是 你们一口气推这么多人 就是说你们户籍签的人选 有点太多了吧 我们看到像是市府发言人刘逸廷 还有之前是进办的发言人林坤峰 以及这个是 他也是进办的发言人林小琪 包括官传局长陈思宇 这之前传出来 但是还有学姐黄敬营 他也有意思 你们也帮他签了户籍 这个刚看到的这几位 户籍本来就在那里 陈思宇他本来就在那个选区里面 就我了解 昆丰的户籍也不在那里 那他签户籍了吗 我的了解是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今天4号 今天开始公告了 那其实就登记的日程 是到10号才开始登记 所以我觉得 时间还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说 有议院想选 包括像民进党 党内有很多人要选 不过这个选区 刚刚看到了 陈正德主委讲的 应该是来自于这里 就是我们看这个2008到2012到2016 的近年来下来的这个得票率来看 在08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也一度拿下 周首逊委员 那其实到了这个2012年 姚恩智委员就是3000票 这个过关 那当然到了这个2016的时候 就是将近六成的选票 所以这个结构上来讲 陈主委没有讲错 近几年来是优势 是这个绿军的优势 所以应该 我觉得民进党党内也人才积极 今天中午的党团会议 也有一部分的议员 也联合推荐了 严后方议员 来表态角逐 包括何志伟 被联合推荐的人还蛮多的 因为各自有各自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一部分看着在这个立委选举上 当然站在政党的立场 一定是很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那也倒也很正常 不过我看民众可能更关心的 其实是 讲合作或讲中央地方一条心 可能再多的时候 应该是在市政上的部分 也许是民众也许是一样关注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新闻的焦点上 大家都很期待 不过余秀 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 柯家军悄悄的签户级 那其实如果你们锁定 一个两个有意愿的人 那还蛮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一次旁很多人 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意思 还是说你们是想要 抛出一个什么风向球吗 不会啦 因为这个就是过程 就是过程 那这个也不是只有 民进党不是只有柯市长这边 包含国民党 这个我们不可以看人家 包括陈炳福议员 这个 家里包括陈玉美 这个前议员 在的时候其实在大统 也有很强劲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我 我个人我不太会从 百分之百镜主的角度去看 今天又换谁 明天又换谁吧 我觉得应该是到 要登记的时候 其实还会比较明朗一点 对 以上 刘老师 如果我们就这个政治在操盘 立委补选 他了不起也不过就一席 那如果说 有蓝的 有绿的 那有柯家军 那柯家军自己就推 就是千户级的人 我们理解到是 不止一个两个 可能有原本在的 还包括其他的 但是你们 默默的移到那边去 那是不是说 有一些 到时候在看 他们的声望怎么样 那柯家军的确在 这一局里面 也是有可能是撒卡都 就算拿这一次 议员 大同区的得票 精算的话 范率的选票还是高的 那因为现在人选还没算 我所谓范率的意思 我把时代力量 如果时代力量 这一次立委补选 他不会推人 那我把它也算成范率的票 我把新党呢 我相信在这次立委补选 可能也不会听人 我把它当作范蓝的票 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概念 来推估的话 绿还是大于蓝 所以 那而 我认为不太容易 有里让的基础 就在于里让的条件是 你就像上次2014年选 绿营赢不了蓝 所以他尝试 跟白合作来赢蓝 那可是绿营的盘 大于蓝营的盘 他就不会来去寻求 去 里让给白营 让白营去赢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如果里让是单行道 这一点最特别 就是说 现在谈任何事情 里让好像都是 里让白 没有白让绿的 就是说白只要提名 绿就要考虑 他是不是要里让 那这一点当然在未来 2020立委选举 或者当然是不是2020 不知道啊 2020立委选举 2020总统选举 恐怕都会一而再而 再而三的来 重复 就是当白有企图心 要选的时候 绿营会越来越发觉 他没有里让的空间 因为 2020 除非总统让人 我再讲一个比较极端 除非母鸡让人 你怎么可能立委 不在跟母鸡一起选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立委 在任何一个选区会去里让呢 或在另外一个选区会空白呢 所以更何况 在 更何况 这一个 现在人选根本还没有定 根本没有定 就像 包括 刚才柯正英所讲的 不管是学姐啊 刘一庭啊 这些人 根本人选都没有定 你根本无法评估 或者无法做 里让的程序性的理解 因为时间很有限嘛 距离现在只有一个多月一点点 大概四十天 那你怎么可能去计算 说 我里让这个人会赢 那个 我跟这个 比如说里让是要做民调 假设真的有程序性的理让 我今天里让学姐 还是里让刘一庭 谋甲该谋矣 连自己党内出人的程序 恐怕多少拖到 在我来看多少少月下旬 距离选举都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怎么可能还有一段 跟其他党 里让的这个程序 所以在我来看 这一次的立委补选 里让的可能性是小的 应该不太可能成型 因为国民党要自己产生一个人 现在好像还没见什么具体的人 绿营也没看到具体的人 那包括梁文杰这些 都其实都是可以出来选的 都很强的人选 虽然选完议员不太容易了 可是我想说 双方都有强大的人选 可是不见得在时间上 或者在政治上 有可能达成白绿核 所以我觉得这次 很有可能就是 沙咖都在选了 但是姚老师你的论点是说 因为这个选区 它是绿营的支持度 是大过于蓝营 所以你认为说 里让的可能性不高 不高 但其实我们来看 这个 当然这个党部主委 他也是表达说 现在暂时是不考虑 但我想请教秉锐委 因为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 你知道之前厮杀的一次 的确也看到说 绿的选票 有一些比较中间偏绿 或是泛绿 有一些人 其实的确也被柯文哲拉走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 如果我们还是一样这样 变成一个沙咖都的局势 那也有可能 蓝营会继续 用得力 当然是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就像刚刚姚老师讲的 就是说现在时间很短 然后你要去运作一个比较长远的机制 恐怕也不是时间上允许 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个沙咖都 最后会不会被弃保 跟胜选的可能性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假设是三个人出来 也要看谁胜选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这个跟候选人有关 基本上这个不是单纯的是数学题 那因为就像刚刚姚老师说的 现在人选 叫民进党这边是谁 也都还没有定 那假设白要推人 就是柯文哲这边要推人 然后推谁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机制底下 马上的短时间就要做这样的反应 其实是困难度很高的 那我个人认为说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现在在2018的大选之后 蓝军大概是现在 就是如果假设 假设勉强你把它称为三角 他一定是最大边 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否认 在全国来讲 蓝色现在最大边 所以这个柯市长这边 他在市政上面 他要考虑议会对他的支持度 那除非他能够取得 这个蓝军对他的支持 否则如果蓝军对他是采取 比较检验的态度 因为他现在跟丁守中 还在验票的当中 那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 民进党议员跟他支持 然后在这个很多的政策上面 也希望能够互相有配合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过度激化的去对抗 我觉得对这个两边 对两个短边来讲 是比较不利的 大概是会做这样的思考 所以虽然希望合则两立 但是是不是说就得拿 这个立法委员的选举的 这个名额来说 民党就里让 来让这个柯家军来选 我觉得倒也不一定是 达成这样的结论 那至于说如果真的是 三个人下去选的话 也是要考验到 谁的这个正当性高 谁有可能获得胜选的机会大 那也不见得要把一个 一席立委的补选 就当作说又是两大阵营 在这个柯在跟民进党 这样在大对抗 我想应该不要做这样的解读 那当然国民党很希望 是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因为他现在是最大边 如果这个柯家军跟民党这边 真的计划对立 那当然他是有可能 有用得力的 所以这一局 我认为目前还在错综复杂当中 没有办法具下定论 康康姐你为什么一直要 因为我觉得补选 跟一般正常选举是不一样的 补选的投票率很低 补选的年轻投票率一定更低 那所以你要看选民结构嘛 那我觉得民进党 其实像陈正德主委 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 那他对于这个士林啊 这个应该是士林大同嘛 这两个地方 士林就一小部分 对大同这些地方的 长期的这个民进党的结构 也有非常深切的理解 我今天完全是用推断 我推断 其实最后你们民进党 还是何自伟出来选 那何自伟出来选 何自伟的家族已经有一个人 应该已经是台北市议员了 不是吗 对不对 年轻的市议员 所以柯文哲会没看到吗 柯文哲反正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不知道 渝州没有百分百肯定说 你们到底 签了多少个户口过去 就是说 你们是要在那边 组织一支篮球队吗 还是要在那个地方打群架 我不晓得 那这种暧昧的做法 是不是光明正大做法 我不晓得 但是柯文哲一定是有企图心 他用这个方式做人情 压制这个 和这个核志伟家族 他们将来在市议会里面的某种力量 那对于 补选来讲 那么冲促 你认为这些年轻人 在立法委员的补选当中 在立法委员的补选当中 可以靠着人气来这个当选吗 我也觉得很困难 我觉得非常困难 那当然我这样讲破了 陈正德主委的这个口袋战略 可能有点不对 那柯文哲的目的是干嘛呢 柯文哲的目的 当然就是要组织他的 未来的不分区立委的团队嘛 他刚才姚老师已经说了 绿白合作 姚老师说 这个议题的存在只有一个 就是总统选举让给柯文哲 那如果总统选举让给柯文哲 那不如民进党就搬个轿子 把柯文哲请去做党主席就好了嘛 可是对于民进党而言 应该现在还不至于 做这么的羞耻的事情 我讲的羞耻是 民进党自己这个自断生路 那对柯文哲而言 那他因为他不会跟 除了清明党去提名他 他还要这个其他的这个动员 所以就算他不选2020的总统 组织一支政党 然后呢 有30%左右的全国的 这个政党票 他就是全国最大党啊 那全国最大党 他可以拿到很多的不分区立委 所以我猜测他是在操兵啊 那如果他这个操兵 是一个为台湾民主的发展 做努力 为培养人才做努力 其实我也没有反对的意见 只是有些事情 你操弄过度 然后这个过于自以为聪明 恐怕就会出现问题 然后民进党的这些相关的人士 包括了蔡英文总统啦 或者是你们这个党里面的 先后的那些这个大佬们啦 难道你们没有办法做 政治上的研判吗 所以我今天很佩服陈振德说啊 他说不考虑嘛 你自己的牌比较好啊 现在何志伟已经筹备了多久的时间了 那现在梁文杰啊 这些人其实包括余燕 也都没有公开出来要选啊 1月26号要选 现在已经12月4号 12月10号就登记了 那在这个筹备的这个情况之下 梁文杰还出国了咧 到日本去 我不认为梁文杰会选 那简余燕看到目前这个状况 应该也不至于啊 所以何志伟选 那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讲 他是一个最强的牌 他怎么可能会有 萨嘎都的状况 怎么可能有 就算弃保也不是弃保到何志伟嘛 那我只想说的就是 柯文哲先生 你现在说柯家军是有一种 打假球的味道就对了 我没有说他打假球 他做暖身啊 柯家军的暖身就是说 这一次的投票里面 其实年轻的票 到底有没有投给柯文哲 很难讲 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 因为徐欣盈没当选 徐世轩也没当选 然后有一些人冲得很高 有一些人也落选嘛 这个柯家军 那现在变化这么多 那柯文哲反正无本身意啊 不玩白不玩 因为他反正精力充沛 他就让这些小朋友在玩 可是你小朋友玩久了之后 这个赏位棋过完会怎样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 能够诚恳老实一点 特别是这种打群架 集体去签户口 我不晓得年轻世代是怎么看 网路上是怎么看 用这种方式 他又不是去摆夜市的 我本来还以为 士林大同要选这个 十个立委了 就不选一个 你用这种签户口的方式 去做这种 有点政治上的这种算计 那我只能佩服 他们在训练年轻人 变黑心的过程里面 他们的成熟 来宇宙回应一下 谢谢可可姐 第一个 这个签户级 就我的了解 也有非该选区的议员 准备要签户级 动念头要签户级 所以当然签户级是一个动作 一个法定上 他可以做的东西 这第一个 所以我倒不太会去想说 什么打群架 没有宇宙因为个人 可以签户级 没有错 可是你们这个感觉 是有受益式的签户级 没有没有没有 而且那上面那五个人头 就我了解 就我所知 有签户级 也只不过 也数不到五个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这是 所以是四个 真实的状况是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刚刚姚老师也去讲 其实民众期待的 有的时候除了数字上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数字上 如果说柯市长加姚委员 在这一次的比例 以大同跟士林的这几个 加起来 已经突破 姚委员当初 2016是59.29 这个加起来已经到了 接近是66 百分之66左右的得票 但是 大约都不是 请我们俏人 生活这么简单 如果收好这么好 就都不用这么算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民众除了关注这个之外 我还特别讲说 我们也不会 特别寄希望 或特别 一定要这个 力量 人家 打呼 我觉得不是这样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一样的这个路 开始在往前走的时候 军机讯息万变 总是有 每天有不一样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 兄弟没有回应说 这这么多人一起 寇寇姐刚刚讲说 感觉上你们自己 要先打一架 就是柯家军 他有没有一个适当的 比方你整合出什么人 或怎么样 不然一次出来这么多 大家觉得说非常奇怪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渝州先证实就是 这些人真的都已经 牵户口了 是哪些人已经牵户口了 不是 我要讲 这根本不是 对啊 这陈述宇不能吴号的 根本没有民主程序 陈述宇不能吴号的 就是一个清典程序 它不会是一个 民主程序产生 不不不不 我觉得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要用一样的天秤去看 人国民人嘛 很多人 对吧 我们也没去说 国民人打群架 就是我 我也没去说 民进党打群架 因为我觉得本来 本来就是说 在这个争取补选 补选的时间这么短 当然是要挑 这个有意想参选的人 挑最强的人 因为他们原本 都是比较传统的 已经到了政坛里面去 可是你这个 比较不是正规的政坛 也是某种程度的素人 不啦 选去人人有机会 他会说 总有第一次啊 我倒认为是这样子啦 这是立法委员补选 立法委员他的全名是什么 他中央民意代表 代表民意 换句话讲 国民党现在被点出了的人 或是民进党被点出的人 都某种程度上 要嘛就是在地方上 耕耘很久 要嘛就是地方上 大家都认识 就可以代表地方民意嘛 但是我们现在很 请教一下 这几位啦 你说大学姐 小学姐 昆丰 这个刘亦霆 他们哪一位是有 可以代表这地方的名义 哪一位跟士林或大同的人 有相关 没有嘛 那你现在突然过来 而且他们现在 韩国语跟没有相关 不是嘛 那我现在 我现在在讲这个 讲法很老派 我现在在讲这个 不会是讲是说 他们如果说 真的能够出来 那是因为他到时候 他得到票数 你帮我也给你祝福啊 我先把他讲完 因为他现在是点出来 是说他们被清点 可以来选这地方的立委 后面就是代表什么 后面就是代表你柯文哲 要听嘛 因为你柯文哲 要听 你就认为是我打柯家军出来之后 有可能就拿到这个票数嘛 所以说 相对来讲 他没有办法代表 那个地方的名义嘛 所以我觉得是说 算盘不要打那么金啦 如果说你今天算盘打那么金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是说 你这个就是一个 要见风插针嘛 那再者 你这一次讲是说 你士林大同 如果说啦 我刚刚有个来宾讲是说 国民党也很希望是说 这个民进党跟柯文哲 最好各推人马 所以在余庸得利 其实我们反而不会这么想 我们反而会真的是希望是说 大家能够代表确定的民意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换刚刚柯文哲 柯家军这个逻辑是说 因为士林北投这边 柯文哲拿票比姚文志多很多 所以说这士林北投 有可能 这有机会是白的来 绿合作 但是要推白的人选 那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的话 那台北市 八个立委选区 比较起来都是柯文哲 这一次拿票比姚文志多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补选 这一次补选如果结束之后 如果说真的 民进党离让了柯文哲 那刚刚讲这些打群架的人 有可能就2020再来一次 你知道吗 就再玩一次 就是说其他的选区也都派出来 就是这一次如果说 假设是这个犯人出来 那下一次学姐可以去什么大安区 然后谁可以去文山区 那相对来讲 就是说柯文哲就是在吃民进党豆腐 所以我觉得政党真实就是民主真实 看起来白日的关系还是蛮诡诀的 这个我们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再来讨论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 白日合作到底这个美格出来了 没有 其实我们来看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选后第五天 特别像柯文哲跟蔡总统 就在一个医疗科技展已经同台了 这能不能够解读是 白日合作正在铺路 一起来看 蔡总统出席活动 步入会场边走边聊 跟谁讲话堆满笑容 爱有原来身边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请监谈 台湾医疗科技展开幕 让白日分手后关系有点复杂的 蔡柯两人再度同台 只不过两人互动还是有些别扭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主动跟蔡总统握手致意 柯蔡不但没握手中间还隔了 王金平 卫副部长陈时中两个人 开始逛展区 王金平和蔡总统并肩走 柯市长朗磊 好不容易车展人员伸出手 拉近柯文哲跟蔡总统的距离 不过才十秒钟 一个医疗科技介绍 蔡总统又走远了 柯文哲没跟上来 还在后头插腰自不自地沉浸在 吸收医学老本行的新知识 自然自然自然 可是刚才看你跟蔡总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互动 没有啦 只是对我来讲来这种地方太好玩了 我在后面一直被拉去照相 镜头前没有过多的互动 但选后一通恭贺电话 正在敲时间蔡柯会 怎么样合作 我想我们的党内部一定都会有所讨论 这个没那么快吧 这个幕僚工作 柯文哲不靠民进党赤手空拳 在首都台北市打败蓝绿 万一真的对2020不死心 对蔡总统的连任之路肯定有杀伤力 支持姚文哲的支持者 会有很多内心的冲击 但白绿才刚经历分手后的厮杀 选后柯菜立刻手牵手 也的确让深绿铁杆精神错乱 白绿急着复合 恐怕还得给支持者时间 让伤痕愈合 三天新闻方波峰 许桂雅 台北报道 刚刚的新闻画面当中我们看的确 两个人的互动是还蛮少的 不过进一步来看白绿合作的这个铺路过程 我请教敏凤姐 因为其实还没有合作 还看不出来一个端倪 但是比较明确的是 柯家军他们的确启动 所谓把户籍都签到了士林大同这个地方 那你怎么看他这个动作 我觉得那当然有参选的准备嘛 也不用骗人嘛 那否则你签户籍要干嘛 签户籍闹得完吗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不排除说 柯的确是要推人去试试看嘛 那既然推人试试看的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所谓的绿科合作 真的不到时间点啦 就说虽然蔡总统跟柯文哲 这样的场合上面 外界有非常多的解读 可是那蔡总统也没有否认 要继续合作的这个可能性 可是然后又砸了所谓 吴丽颖被认为是绿科合作的 所谓祭品啊 祭旗啊 这样写 这个很血腥的这个形容词 可是问题是我说实在 刚选完十天 我觉得所谓的柯黑跟所谓的柯粉 都还在作战的状态啦 那你上层就马上说要合 我觉得这个在基层的这个情绪上面 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说你现在谈合作 理论上是可行 好 那我们上面谈一谈 然后下面就会跟着走吗 他们会精神错乱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是不可行的事情啦 就是说绿科未来要怎么合作 而且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中央的执政党 你怎么会单挑一个所谓的柯文哲来合作 那这个东西就是很 就会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要以总统 就是你所有六都的市长也好 或者其他人都要谈中央跟地方如何合作嘛 那你单挑柯文哲 当然说柯文哲对于这个民进党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意义啊 就是说过可能 过去可能是某一种 某一种一起奋斗的人 那现在有点分手 那现在可不可以拉回来 可是你要想想看很多的变数都存在 譬如说这一席立委 过去所谓的离让 就是我在这一席 我在这个席次上面完全没有把握 譬如说台北市长 民讲会离让 就是因为我在台北市长 几乎没有胜选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用离让或是合作的方式 让给柯文哲选 那我在旁边做彻翼 那是可以赢的选举 可是就大同士林这一区来看 强项就像陈正德讲的 他是民党的强项地区 那很多基层就会讲说 这一定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干嘛要让 要让一次 柯文哲他们认知当中 因为比较多的票数 是分给了柯文哲 对 就是说这次市长说 柯文哲拿比较多票 所以柯文哲上面也会讲说 我干嘛要让柯文哲 这次选举投是多数的选票 都投给了柯家军 柯文哲 所以我理论上 我在这一区也很强 甚至比你姚文志更强 可是这个是立委选举 不是市长选举 那你在认知上差别这么大 我觉得如果一强行要合作 我觉得基层又开始在反弹了 反弹了 又像我们现在过去又要讨论说 是不是台北市长两个人分裂 国民党是不是又得利 然后这一套又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席的立委 在这个短 离所谓市长选举结束之后 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进行 谈绿科合作 这个东西非常多的问题存在 那未来双城论坛又要办了 那民党可以接受 柯文哲的两岸政策跟两岸路线吗 那合作上面到底要怎么谈 那到底是要路线合作 还是所有未来 包括二龄的立委人选 甚至总统要一起合作吗 总统合作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要选 就跟蔡英文比民调的意思吗 那就跟柯文哲选了嘛 所以我觉得说两方要合作 就是你要谈很多事情 把它谈清楚 包括我们的主张是不是这个共同嘛 那我们的基层的这个互相之间的 误会也好 误解也好 或是这个对立也好 是不是化解了 那自然就合作了嘛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选战 不必在事前谈合作 也许在选战过程中 他就会自然弥合 自然融合一些过去的误会 所以我觉得说 你现在高层强行要 用这个所谓绿科合作来谈这些立委 我觉得都是白费功夫 我说实在的 绿的基层也不会同意 白色也不会同意 我很快回应 刚刚吴炳宁委员讲说 包括在议会党团的状况 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就算是在这次市长选举的选前 包括第一果菜市场 包括已经提名姚文智委员之后 议会党团的总召李信锋 李总召还是邀市长来做政策报告 我们还是去了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双戟当然是一个民主的投票 但是市政上的合作 坦白讲 我觉得包括市府也好 包括我们民进党议会党团 并没有因为选举 然后一而三大家停下来 没有啊 市政还是一样在推 所以我要讲 就是刚刚明宗讲的 对 就是中央地方的合作 譬如我很老实讲 譬如说 AIT就有的用地的用地 是不是要跟市政府 我们跟中央来谈一下 空军总部现在的文创用地 要不要一起做下来 再来 我替总统讲个话 他也不是觉得比较有柯文哲而已 他也回应 卢秀燕说 你这三首线怎么要停 他也有比较未来 所以就是一马过一马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合作是这样 我也同意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就算是双胞胎 也稍微不一樣 很多的主张 在可以合作的情景之下 朋友要多 敌人要少 跟他合作的 我觉得啦 就是以市民 以民众的这个需要 就像我讲 AIT的用地 跟空军的用地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合作啊 就算是在双胞胎时 两边包含党团跟市府这里 都没有因为选举 你看那个第一国 还是这样炒成这样 对不对 其实议会党团要求 我们还是去了啊 中间也许有争执 有辩论 但是只要是为民众好的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第二个 大家在关心这一期选举 我也要公开讲 未来这个立委 不管是谁 我们的摄子岛的开发计划 是今年六月份 在花正次的支持之下 这个已经有条件通过嘛 大家民众更关心的是 我们未来有一个好的立委 替我们把整个摄子岛改建 大家一起来 我觉得 有的时候当然讲 这个静和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民主选举就是这样嘛 但是 真正民众 会比较关心的 也许是在选举过后 中央跟地方在 因为选举过后 我们看到一些局势 我请教姚老师 我们看哦 柯家军他们布局的 非常的积极 那现在要来看的是 是不是他的目标 瞄准2020 现在已经有开始有动作了 对啊 这点倒不排除嘛 他希望在多数的地方 有点 有支持的 我们传统叫做 支持的小机会叫装脚 所以在各选区 如果他都有人 对于柯文哲将来选总统 当然是有利的 可是政策上的合作 跟选举究竟不一样 政策任何两个政党 或者三四个政党一起 让步妥协 这都可能的 可是选举是零和游戏 尤其在中央立法委员的选举 跟总统的选举 它是零和游戏 这个没有退让的余地的 所以我认为从2014年以后 到2018年 姚温志推出来选市长 未来白绿就没有任何 合作的空间在我来看 因为选总统没有 除非民进党让总统 因为选总统没有 所以立委也没有 因为每个选区 它都需要有人雇的 这是一个政党政治的常态 所以杨老师问题是 可能绿的他们要顾守嘛 那不可能会让 不可能嘛 因为绿的都守 他现在 就是说全国73个选区 他已经顾都顾来不及了 现在73个选区 假设现在也 现在是50个选区 守在那里 那你想想看 他估计他已经要掉掉了 15个选区 他可能只有35席未来 他还能怎么让 他还能再让一席呢 那那个让的一席将来在立法院会跟他合组政团合作嘛 那是不可能的 选举是没有的 那柯文哲如果要选总统 那他也不可能让嘛 他要选总统 他也需要每个地方都有他配合立法委员的人嘛 如果他不选总统 那当然这些问题都是 都是都可以没有了 那你将来就算选了十席八席的立法委员到立法院 那也是一个就像现在时代力量一样一个中型政党 像党团他并不见得能扮演中央执政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 总统跟立委是一个互动的概念 他是个零和的政治选择 他没有礼让的问题 所以没有合作的可能 所以这句我就讲说 这次的补选就是下次立法选举的前哨战嘛 所以下次立委选举没有礼让的空间 也没有所谓合作的空间 那这一次补选就不可能有 更何况民进党已经有人表态了 刚才大家都知道了嘛 何志伟也好 严若芳也好 都表达要参选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又要办党内初选 办完党外初选 还再办礼让的可能性 总而在谈 在我来看 合作的可能性是零了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继续讨论 在民进党惨败之后 现在已经有第一波的内阁改组 有三个首长下台之后 现在传出来行政院长赖清德 他也会在预算审查结束之后 大概有一个时间点 是在一月份就会请辞走人 一起来看 一句一句跟农委会同人化别 林从贤因为一一二四败选 被迫离开 当了一年九个月的农委会主委 现在会觉得有一点点壮志未愁 还是松一口 我愿意现在就返乡 然后回乡蹲点 来帮忙做农村赛深 心情复杂到三言两语难说完 带领主委陈吉仲在暖男阿贤看板前 公开喊出共进退 这个阶段我也在这边特别请陈吉仲副主委 也要忍入负重 继续带领团队继续往前 看来前长官林从贤的喊话 没打动陈吉仲的心 等到新竹委一来双双离去 慈意这么坚定 是因为连上头长官赖清德 都已经做好走人的打算 赖院长现在忍入负重 那希望在预算通过以后 下一个阶段应该他会正式来 跟国人同胞报告 败选就责 农委会 环保署 交通部 只是抢下头伤 接着赖清德在内的人事震荡 预算过后未完待续 三言新委由焦维成交通的报道 新闻当中我们知道说 人事的震荡可能是在预算审查过后 但是现在怎么会有抛出 一个最新的时间点 我请教秉锐委员 因为最新的媒体报载 还是讲说 当天晚上我们都知道说 那赖清德他就已经是请辞了 但是本来是传出一月份 可能要稳住目前初步的政局之后 再请辞再度的走人 但是他们根据这个报纸 他的了解是说 赖清德跟陈菊 最快十二月中旬就会走 不会再等到明年一月份 审完相关的预算 那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个讯息 我是建议 至少要预算审完 因为现在立法院正在审预算 如果这时候内阁改组 在野党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提这件事情 有的可能会提出 最高就是要求要退回预算 那如果新格魁现在派任 他是会不会要重启总质询等等 这些议会的工房 就会让人家师出有名 所以我是觉得说 赖院长依照我对他个性的了解 他的愿意为败选负责的心 应该是很坚定的 但是他会暂时留下来处理这件 就是因为正常预算审查到一半 所以我个人认为 十二月中就会离开的机会不大 但是这次预算的审查 有可能一月初跟一月中 有可能会完成 那完成是不是就是一个时间点 这个赖院长到时候会让我们知道清楚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导讲 十二月中 我觉得机会不大 那后续谁接棒的问题 是不是现在也让他有一点时间可以去找人 让总统有时间找人 是啦 这个当然因为整个 要为败选负责这么重大的事情 那愿意 这个赖院长愿意去负取全部的责任 这一点我们也是敬佩的 那后续谁要来接棒 能够把蔡总统这任任期的这个行政院也给他做好 给他稳住 这个也很重要 希望他们能够审慎思考 但这个部分可能孟凯不会那么认同 因为其实上一次在 你们上一次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不是很快就止血了吗 那就内阁就已经请辞了 对2014年那时候当天是江一华院长他就请辞嘛 那这也是代表说他负起一个责任 那这一次2018年九合一选举之后 第一时间是先看到说赖清德说请辞 但是马上被喂留 那反而是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 他辞去了主席 但是我觉得几个部分还是要厘清啦 就说当然现在是预算会期 你说行政院院长这边把预算 今天给审查完毕 这当然是他们一个内部考量 不过两个部分 第一那为什么要先把三个部会首长给fire掉 因为这三个部会首长 如果说他们都是针对现在这一次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选得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像台中 比如说像云林 比如说像宜兰 这几个地方败选了 所以说他三个部会首长来负起责任 那一样的道理啊 那高雄败选了 民进党到底由谁来负责 没看到吗 难道会是吴英林一个人来负责高雄的败选吗 也不会嘛 那如果说这赖清德明明就已经有打算 12月也好 1月也好 整个走预算会期 把它给完成之后 在一起内阁总持的话 那提前离开的这三个人 难道他们是没有靠山 还是难道他们三个是最大二级 我不得而知 可是呢 对于民众的观感来讲 他会是断尾求生 会是这个切蛋糕式的 一段一段的这个来做 看什么时间点 然后来指写 还是说最后真的止不住了 赖清德要全部总持 那当然是执政党的一个权利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我们会觉得是说 这个逻辑没有办法兜起来 那最后我也讲是说 赖清德到底有没有可能说 在这个一月的时候来做总持 因为昨天本来是一个绿营的立委 段一康他讲出来是说 他觉得一月赖清德会走 但今天我又看他的新闻回应 段一康是讲是说 那是他个人的推测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现在民进党他内部会陷入 因为九合一败选之后 可能会陷入几个部分 第一是 当然党主席到底是由谁来兼任 再来第二部分就是 2020的总统人选 到底会由蔡英文来代表连任 或者是说党内有其他的太阳 要来先做初选来竞争 那赖清德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人选嘛 所以如果说真的最后会怎么变化 不得而知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应该都还在乱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认为既然是在野党 我们为整个国家好 我们也希望要乱 赶快真的是快刀斩乱嘛 真的是有方向的 赶快处理完毕 那绝对不要耽误到任何行政上的作业 寇姐你认不认同孟凯讲说 其实他觉得你现在都还是一样的面孔嘛 那如果说真的有意料那么早走人话 为什么只是先三个 那后面这个赖清德还在等 我觉得这三个的处理 是因为吴依宁处理的太过粗糙了 然后这个在政治智慧跟政治艺术上面 过于这个引起反弹 所以不得不敢林聪贤 可以先把他这个离职 让他下台以平息这个基层 或说年轻时代或是一些这个特别像彰化 这个农业这个选民们的愤怒了 那陪绑的就是李议员跟这个另外那个吴宏谋嘛 那吴宏谋因为普悠玛的那个报告 被骂得也臭头 但是你说这是吴宏谋的错吗 也不是啊 这个台铁本来就是一个乘客的一个单位啊 那在这种这个落井下石的这种氛围当中 他们三个人下台也是应该 其实我觉得李议员早就应该下台了啦 他从这个什么简箱面箱时代开始 他们那个环保署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这个蔡英文总统在人事任命上 本来就有就有一个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考量 当时林全用林议员 林全不喜欢林议员 他觉得他可能有点政治这个习性很重 所以呢他就用詹顺柜 结果詹顺柜跟林议员 最后就变成你们民进党的灾难 那政治有灾难就去应对嘛 只是这个民党这个这次选输了 比上一次的这个2008年给人家的感觉 好像还要这个沉重 那是因为已经进了豪门富户里面 再出来做乞丐剥落户流浪汉 当然适应很困难啦 因为已经做了三年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权贵者啊 所以这是人性我也不好意思批评 可是也要快一点复苏吧 那赖清德真的蛮远往的 因为他跟陈菊本来就是要走啊 我今天还问一个 这个他们那个年轻时代跟赖清德很熟的人说 赖院长到底怎么想 我问的这个不是段一刚也不是蔡启昌 是另外一个他说他每天都想快快离开啊 因为那我说他是不想干嘛 想落跑 他说不是 他觉得他要负责 那如果说今天这则新闻又说他要提前 我觉得他有点故意挑拨啦 提前就是要选主席嘛 那那个因为6号要选主席 民进党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们这个派系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掣肘跟互相争夺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真的还是要诚恳的劝一下蔡英文总统 跟蔡英文总统身边的人 我们这样讲恐怕也没有用 因为呢要清军策这件事情 从李登辉时代要清苏志诚 从陈水扁时代要清这个马永成 从这个蛮久时代要清金普通都清不掉 这个这些做黄的永远不会把自己的亲信清掉 蔡英文身边还不止一个金普通 不止一个马永成 不止一个苏志诚也清不掉 但是我跟蔡英文总统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想来想去 犹豫不决 我跟你讲你要面对的就是你自己内心的交杂 跟政治现实上陈敏凤 陈敏也写过篇文章 叫你总统要出选候选人的 这个要出选 这个是当时他的主张 所以蔡总统不要再继续太想想了 那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而且请你告诉我们大家不要科律合作 也请你告诉所有的败系 不要为了互主在那边斗来斗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讨论的是 在韩国瑜他的小内阁 也不过才公布几个人 也没想到说小内阁人士 马上就出包了 休息一下 稍后来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